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剑独尊 精彩继续 一剑独尊 第676章 不用外务 叶璇满脸黑线 这无耻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吗 我是剑修 我不用剑吗 跟你用拳头 你还试人吗你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你那剑 不是一般的剑 不公平 叶璇诞生说 你境界比我高那么多 肉身比我强那么多 这就公平了吗 中年男子沉默平刻 然后说 你不用那两把剑 我单手与你打 叶璇笑着说 也不用单手 我们来打个赌 我不用这两把剑 与你单挑 若是我赢了 你告诉我它的下落 如何呀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片刻之后 他点头 可以 叶璇当即收起 天珠剑和镇魂剑 中年男子说 换个地方 说完他转身离去 叶璇也没有多想 跟了过去 不一会儿 中年男子带着叶璇 来到一处演武场 演武场很大 在演武场周围 有着一道薄薄的光木 演武场中间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出手 叶璇右脚猛的一顿 无数地脉之力 疯狂朝他汇聚而来 与此同时 大地道泽内 蕴含的地灵之力 也在这一刻 疯狂朝叶璇释放 叶璇右手 缓缓紧握 一股强大的气势 突然自他体内 席卷而出 见到这一幕 不远处那中年男子 眼神变得 有些凝重起来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纵身一跃 下一刻 他一拳 朝中年男子就是一红 葬拳 在放弃剑之后 他直接施展 大地道泽与葬拳 两个底牌 只一 面对叶璇这一拳 中年男子眼色 瞬间凝重起来 但是却没有畏惧之色 也没有躲闪 他朝前踏出一步 然后一拳红出 看天一拳 声音落下 两股强大力量 直接与最刚的方式碰撞 红龙一声 瞬息间 因两人为中心 方圆千丈内的大地 直接被粉碎 而四周那道薄薄的光幕 也在这一刻 直接碰碎了 强大的力量 疯狂肆虐着四周 连空间都为这扭曲起来 害人无比 片刻之后 四周恢复了平静 叶璇和中年男子 摇摇相对 两人嘴角都有这一抹鲜血 中年男子 看着叶璇 你那是什么拳 叶璇咧嘴一笑 藏拳 藏拳 中年男子 沉上说 很强 叶璇笑着说 你也很强 来 继续站 声音落下 他突然冲了出去 肉身直接震撼空间 他肉身虽然比不上中年男子 但是也不差 加上他此刻有大地道则加持 在力量方面 他一点也不输这中年男子 硬缠 叶璇冲出去的那一瞬间 中年男子也随之冲出去了 肉搏呀 场中一道道炸响声 不断响起 空间更是一阵阵击产 很快 中年男子有些头疼了 因为叶璇与他肉搏的同时 还有飞剑 虽然这些飞剑 没有之前叶璇拿的剑锋利 但是他也不敢小觑 因为这些剑 都是直指他的要害 他也不敢完全隐扛 就这样 因为有飞剑加持 中年男子逐渐被叶璇压制 就在这时 中年男子突然被叶璇一剑斩退 而刚一停下来 叶璇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一拳轰来 藏拳 剑刀又是藏拳 中年男子脸色一变 他双臂猛的一合 然后朝前一横 叶璇一拳落下 中年男子瞬间暴退 数百丈之远 他刚一停下 身后空间瞬间震裂 与此同时 他嘴角一抹鲜血 缓缓的移除 中年男子抹了抹嘴角鲜血 然后看向叶璇 他双手缓缓张开 下一刻 他猛的一合铁壁 声音落下 一股力量突然从天而降 这股力量直接灌入他的体内 中年男子身体剧烈一颤 与此同时 他全身多了一道薄薄的金光 见到这一幕 叶璇脸色一沉 这中年男子的肉身 肯定又变强了 沉寂一顺 叶璇突然朝前一冲 一拳轰下中年男子面门 而这一次 中年男子竟然不闪不避 不反抗 任由叶璇他一拳 轰在他的面门之上 中年男子连退数长 但叶璇却是暴退数百丈之远 停下来后 叶璇看了看自己右手 此刻他右手已经发麻 刚才他那一拳的力量 有至少八成反射给了他了 叶璇看向中年男子 这人不仅肉身提升好几个档次 而且还会反弹 这还是人吗 是个魔鬼吧 中年男子缓步朝叶璇走去 他每走一步 地面都会一颤 那强大的力量 以及肉身防御 足以让人绝望 叶璇沉圣说 你这应该是神通术吧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我的绝技并不是属于外物 绝技 叶璇微微点头 好 那我也放绝技了 声音落下 他右手弹开 一柄剑落入他的手中 下一刻 一股滔天剑势 突然在他体内洗卷而出 叶璇看着中年男子 咧嘴一笑 咦 当念出这个椅子时 四周空间直接崩裂开来 叶璇又说 剑 剑字落下 疯的一声 一道剑鸣声冲天而起 直入云霄 刹那前 整座前击城开始寸寸崩裂 这时 叶璇嘴角笑容 一边都有些争议 五 当这个五字落下一瞬间 一股剑势 已经席卷整个前击城 方圆近十万丈内空间 开始寸寸的湮灭 见到这一幕 中年男子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这一次 他眼中不是忌惮 而是惊恐 就当叶璇要念出最后那个姿势 中年男子突然说 我认输 认输 叶璇微微一愣 这家伙认输 中年男子 死死盯着叶璇 又说 我认输 刚才那一瞬间 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 若是不认输 他知道 自己的肉身 绝对扛不住 叶璇即将释放的这一剑 绝对地扛不住 叶璇收起剑 一瞬间 四周弥漫的那股剑势 直接消失不见了 他也不想施展这一剑无量 这一剑无量 没有太大反作用 不对 应该说基本没有负作用 但消耗却有些大 如今中年男子认输 他自然会收手 要知道 这一次来的目的是找小七 而不是杀人 见到叶璇收手 中年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看了一眼叶璇 一方才那剑技 是何剑技 一剑无量 我自创的 中年男子目瞪口呆 自创 你 确定吗 叶璇认真的说 自然 死剑剑技 那我十八岁时自创 我是剑修 我不会骗人的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你确定是你自创的 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输了 现在 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 输了 中年男子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片刻之后 他沉上说 你不该找他 叶璇看着中年男子 怎么 想反悔 中年男子沉默 叶璇神色渐渐冰冷下来 输不起吗 中年男子摇头 少年人 你先告诉我 他是你何人 朋友 朋友 闻言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叶璇 沉默片刻之后 他说 你既然是他朋友 那我与你说了也无妨 我们带走他 不会伤害他的 你们带走他做什么 不能与你说 叶璇眉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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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男子右手 你放心 我们并不会伤害他 相反 我们是在保护他 保护他 叶璇沉上说 你什么意思 与你无关 你只要知道 我们不会伤害他即可 说着 他看了一眼叶璇 他身份特殊 若是待在你们那个地方 会有危险 你也有危险 叶璇有些不解 我也有危险 什么意思 中年男子面无表情 你就是混沌宇宙 那个叶璇吧 叶璇点头 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 有一些神秘势力 也在开始关注你 他们可能要对你动手了 是哪些神秘势力 回去吧 我们不想与你有什么纠葛 叶璇沉默片刻 然后说 我可否见见他 他现在已在玄黄大世界 你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他 你管好你自己 说完他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出现在 中年男子面前 他看着中年男子 我要知道他无事 不然 我不会把羞的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你可知 你在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他娘的现在 满宇宙的敌人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 多你们一个 又何妨呢 对方太疯眼 一句不会伤害小七 就想打发他 怎么可能 没看到小七之前 他谁也不会信 中年男子 死死盯着叶璇 你别逼我们 叶璇突然怒道 要么让老子见到他 要么你们搞死我 声音落下 他眉间 一座虚幻的小塔 突然出现 介遇他 当介遇他 出现那一瞬间 一股无形的威压 突然笼罩 整个前击城 中年男子看着叶璇 你发什么疯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